湖人今下只吸引到了詹姆斯一位巨星,但詹姆斯的吸引力卻很强,他和好友李奇保罗索赔的经纪公司正借着洛杉矶的曝光度不断信了人才。 今下莫里斯兄弟双双签约门下,近日又有重磅消息传来,据著名NBA记者布莱恩威尔霍斯特和拉莫纳谢伯恩报道,龙梅哥已经决定更换经纪人,有望投入李奇保罗门下,因为詹姆斯,李奇保罗声明确起,因为洛杉矶,李奇保罗成为了NBA最支手可热的经纪人。 他们下的弟子组成一队,居然可以挑战武剧投勇士,控制人权为沃尔,七台大脑场军可以贡献,二十分时助攻左右的数据,除了三分,没有库里疯狂,组织和防守都是沃尔的强项,而且沃尔的对抗能力很占优势。 二号位波普,这也是詹姆斯在乎人的队友,刘夏他也表示詹姆斯对他很看重。 虽然从数据上看,波普的场均13.4分,远低于唐普森的20分,但效率上波普优于操神,唐普森场均出手16.2次,波普仅有10.8次,两人的定位都是三地分位。 波普的防守不弱于克兰,38.3%的三分命中率也属于上乘,三号位原本是詹姆斯最熟悉的位置,但要想对抗勇士更适合使用小阵容。 小前锋可以由本西蒙斯担任,西蒙斯的身高达到了2米08,更能和身高必长的赌兰特对位,西蒙斯的全能不亚于詹姆斯,而且更年轻,詹姆斯职业生涯,并没有和组织能力一流的球员合作过。 这也是他今下赵穆隆多的原因之一,詹姆斯将可以出任速号位,既可以在内线被打进攻,也可以充当空间型内线,为队友拉开空间,没有球权的詹姆斯威力将更大。 他的无球好动和终结能力都是联盟顶级,会让对手防不胜防,最关键的是,詹姆斯可以在比赛中节省起能,在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一个精力充沛的詹姆斯将是无法阻挡的,比起保罗门下缺的是5号位,原本只有TT和库福斯等人可用。 其中TT对战勇士的效果还不错,只需要干一些脏活累活,搅乱勇士的内线,当然,更好的选择是安东尼·戴维斯,带着还需要等龙梅哥,正式加入这一阵营,詹姆斯每年都会和这些同门师兄弟们一起训练交流,如果利用经纪人这层关系,凑袭5人也许有些困难,凑袭3人或4人的威力也不小。 这是詹姆斯每年虎人隐居心的绝佳途径。